就是一个礼拜的开始 4月22号2024年 这个周末啊 当然乌克兰获得了欧美的援助的啊 这个差不多600多亿啊 同时呢 有一个把这个各国援助乌克兰的 有一个排名啊 你们讲 你可以知道美国啊 是最多的 它里面可能还没包括这600多亿 以前已500多亿了 然后德国第二 各国都有啊 可是一个隐忧就是说 一个国家自己完全是靠这些人的援助啊 因为今年也 明年假如没有怎么办 后年怎么样子的 这是一个隐忧啊 然后我还看到他们访问那个Stoneberg 那个北约的应该秘书长啊 他说啊 这个美元啊 可能太晚 他当时先打个预防针啊 因为假如乌克兰还是战败 战败他们 还是弹劾什么的 这个也不奇怪啊 我们所以 我们很多欢欣鼓舞的 这边是放在旁边 那这次这个四个法案啊 中间有一个是禁止TikTok的啊 就给他一点时间要卖给美国人 不然的话 呃 就就美国不准他在美国使用啊 因为在世界印度也没有让他使用 这个美国只是号称 他是最自由最open的啊 做到这个地步 马斯克当中就不同意了 他就在呃反对啊 他的力量是蛮大了 他的那个汽车 呃 跌了那么多 还是有一些始终的粉丝啊 这边去 他出了那么多问题 现在又降价 所以这个 他那些粉丝就跟川普的粉丝一样啊 有点宗教的狂热啊 就不管这个怎么样子 他们有去股票上 继续买继续支持 那川普那个股票啊 那个True Social 也是一样嘛 有人他统计的本益比是一比两千啊 一般我们在那边看一比二十 一比五六十都已经不得了的 他一比两千 所以说他股价 是不是高股啊 那马斯克面临的挑战 以前成果很高了 现在等于是腰斩 或者继续往下走啊 我们就拭目以待 呃 另外一个拭目以待的就是 这个Johnson 这个美国的中国医院长啊 被动作共和党的极端派的反问 反这个反对了 他们只要提出个意外 因为议案 因为以前曾经通过一个 只要一个人提出来就要投票 投票的民主党应该就是 因为党派嘛 他不会支持 那加上那个少数的共和党 就可以把他给干掉 上一个马克尔西 他也是为了国家的问题啊 跟民主党合作 把预算继续延迟了 就是有一个人就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就就下台了 暗然下台 很没道理啊 那这次Johnson同样的事情 可是Johnson 呃 好像是民主党的说 要要跨 跨越党派来支持他 这当然是看他怎么样子了 因为假如美国国会 没有了龙头了之后 一片混乱 所以 就是说很诡异嘛 打破了以前我们认为的常规 啊 当然也是因为那个 马克尔西修改的这个一个人就可以提出来罢免的法案的一个遗毒啊 这个Johnson大家都不要忘记 他是支持川普的 而且他认为1月6号是假的 是呃是政治破坏 就是认为川普的选票是做假的 所以这个人在民主党你怎么看他啊 所以每个人对他的各种优缺点 他政治就是个妥协 我不要最后是什么样子的 那 理论上是应该又会再乱一下 当然还有下面一个人还会继续嘛 可是那个人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他为了国家 为了政府运作 还是就是整个政府就乱 就这群 很少的人可以掌握这些市场人 你看那个投票 基本上这些议员都是 呃 你当也不能说完全名义啊 这个犹太 尤其是像犹太人的那个法案 也都是overhame 像我们的赵美心居然反对这个援助以色列 我给他束个大拇指啊 他有这个某方面的勇气 当然了他的金主可能不是犹太人 那那些其他人你看看 虽然是说 呃 有几个法案是民意 可是 现在民意反对以色列军援的那么多 他还是 三分之二以上的通过 所以你 你就对民主的很多诡异的情形 你不了解 我们已经这么年纪这么大都不了解 我想年轻人更是很容易被左右 好 呃 这以前就川普这次 呃 马上要开庭了嘛 听说他的开场时大家都很注意 还有很多很怪的事情 就是很没有尊严 然后大家都以为 以前这些高位人都要怎么样 结果弄成这么样子的 丑不堪文啊 而且他的裁员为了打官司啊 等于是完全的精力跟裁员都放在这边 所以你说他选他当总统 真是在民主社会的一个怪事啊 这个不管怎么样 你人是很容易这方面 呃 起哄的啊 这样子讲好了 当他宣伤也是你的总统 美国的总统 呃 美国呢也是一样口是心非啊 一下支持两头 两头 两国的又要反对 而且那个 那个女的黑人的代表还 还退席 让他副代表做了坏人啊 他 军员以色列 他又说这 因为以色列的还有些军队在囤垦区啊 我一直以为那些是民兵而已 好像是他正式军队 对这个巴尔斯坦的屠杀也是四五百人以上了 当然这比起加三呢 是小额 小额 可是也是一样 你看那边 呃 把他们房子推倒啊 就是这种 那些照片啊 这个 这个可不是假的嘛 所以 美国居然也来制裁 我都不知道怎么制裁 他又军 援助又要制裁 他怎么样子 这些弹药怎么分配 你 你是 里面都有 都有人监督吗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呃 外传有一个加沙海滩啊 巴尔斯坦人在这边 绝水 因为那个都还蛮热的 一片祥火啊 然后旁边 因为以色列本来是占领啊 结果在中部的地方啊 那你有时候我就想说 巴尔斯坦也没那么惨嘛 我看到照片这样子 他们还到水边 可是话想回来 这照片都会 就说 并不是那么真 你到底怎么回事 听说以色列很愤怒 我觉得这个传说就表示 我们对对加 巴尔斯坦人还没有那么坏嘛 应该蛮好的 所以他们也是不因为表示他们占领无敌嘛 你看他倒了六个月 这个哈马斯还在那边 然后现在当每天就听说他们要进攻拉法 所以这美国示威的一条狐厨啊 等一下再聊 那个以色列终于那个情报头子啊 军队里面辞职 因为这个10月7号对以色列是个讽刺啊 不止10月 因为以色列以前是大王的神话都慢慢被破灭 就跟美国911 我们虽然恨 美国人恨得要死 世界都谴责这些 那在某方面 美国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被人家给打破了啊 那这个以色列也是一样的 他们用这些人能够 这个三四天来的等于是报复 然后伊朗又打了他300枚啊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种 都是应该对世界局势会慢慢有点影响 因为人心先变了嘛 可能是这样子 我不要其他的始终变不变 我们当时看大众嘛 那我可能也是某种极端 外面的示威还是一大堆 尤其是美国 罗伦比亚大学校长去驱服了啊 我们要办 他们校园还是每天示威 所以现在犹太人的领导就说 犹太的学生呢 不要上课就要上网课 然后呢 拜登亲自出来谴责这些反犹太的 实际上本来就是说 关注加沙人民 可是呢 群众一多了就有很多暴力 这也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施工 也是一样 讲那一点 真的这些示威死于几个人 也不足其啊 然后你就开始觉得是不得了的 暴乱 因为这个 大家都知道 以前美国的反越战的时候 还有人 我明明打死人啊 死人都有的啊 这种事情怎么会有好事呢 那这个根由你你怎么样子跟你政策这样子相反 那后来当越战 他是李克森做了一个 呃 把它给等于是说是和谈 结果来就等于是被北越赢了嘛 那这个哈马斯以色列会怎么样 我们也不晓得 不过就是说 你看到这种压力啊 然后还有个说法就是说 在DC啊 因为他也通过 本来示威就是那个法案不通过 结果民意了 还是要通这些民选的代表 我不要今天12月会不会有改变了 那对拜登是很影响了 因为他假如输了 那些阿拉伯联系人不投他 对川普得利嘛 然后这些学生是 8月多有个民主党大会 我忘记了一个在哪边举行了 就跟这个 大家都知道 越战期间最有名的一个民主党大会 在芝加哥举行 里面的学生啊 各种各样 那些人现在都八九十岁了啊 也是很有名的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8月 这个会怎么样 假如家上没有好好处理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他好好的处理 美国最后法院也没有闲着 他最近在审理一个游民问题啊 游民在美国真的就是说 因为曾经有法官说 人民有居住的 你没有给他 他地方可以安置 你就不能驱逐 他在公共场所这个露宿啊 干什么的 那这个奥尔根有一个很富裕的小城 他们就定了个法就可以驱逐 所以就被告啊 终于到了最高法院 我们就看他怎么样子的 有个消息说 俄国在非洲啊 这个军事力 这个影响力很大 他的顾问团就训练非洲的军队 大家前阵子不是 美国有一个1000人反恐部队啊 也被要撤出来了 一半人都不知道 说美国在非洲还有蛮多基地跟怎么样 那现在美国势力消退了 然后这个俄国进来 我当不觉得这是好事啊 俄国这些超强的都是有很多别的目的啊 有一个文章探讨说 真兵募兵的怎么样 各国怎么样维持这个军队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面临着一个 一个强敌在旁边 你要是什么 像芬兰 他以前也度了八九四年的和平啊 跟俄国 可是最近又 因为各种原因 他又加入北约 那跟俄国的关系非常坏 可是他们是一直有真兵的 那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在台湾啊 韩国啦 其实都是有真兵 就是必须要当兵 那必须当兵 有些还有各种限制 多少年级 那怎么样子的 小国 军队比较少 大国像中俄大陆 听说根本就是木兵 木兵都要有个比例啊 很多人还当不了了 因为他很多严格的审查 在地位都有关系 然后 有一个报道说 第三世界是不是开始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 很多的报道都是很可能啊 我们就拭目以待 因为种种的蛛丝嘛 而且啊 不是像以前大战 说大的军队互相对峙 现在很多很多 小的冲突 就代表着战争的一种形势啊 所以将来 不一定是要军队对军 军队的感觉 这条讲过了 特斯拉的铁粉继续支持啊 他们跟川普的 所有的狂热分 都是这样子啊 好 看到一个中国在东军奥运啊 有23个游泳选手 药解没有过 可是中国哪个理由说 这是某种的保养中药 不算是毒品 可是那个药听说是跟俄国 那个被取消资格的那个 划兵的是一样的 所以还是这边炒啊 这个我觉得 现在中国也受很多攻击 这个奥运会的那些委员 到底是不是秉公处理啊 什么的 当然也要去讨论 看到中国在驻外使节的公务员里面啊 还增加了人 增加了薪水啊 这个是很奇怪 因为大陆本身是在裁减公务员的一些薪水啊 人员啊 因为很多种员嘛 我在所有的Burocracy都是这样子啊 可是因为中国对外交非常重要嘛 因为他在外交讲的那里 曾经是很弱势的 没有什么发言 以前慢慢慢慢有一点 现在形势大好 他投入我们的军队上自然的 还看了很有趣啊 现在AI很流行啊 中国上海一个色情展览 里面各种AI的新闻 就是以后人 不必是人 真人真套实枪了 在各种虚拟环境也可以得到性上的满足啊 这个性上满足 我们就得到高潮 得到高潮以后怎么样呢 就一阵空白 讲了一点的 好 台湾很奇怪啊 有一个人参加电装 女皇后的竞选在美国 得到冠军 我们的赛总统真是太闲了 他去电贺他 赛英文很好玩 上一次的电贺是这个拜登 有拜登的狗死掉 他也去 那台湾的一些悲惨事情 他都不问不问 我觉得这种人被选上总统 怎么 你有什么办法 你这个他也是民选的了 我们尊重民意 当他是总统 可是表现实在太差了 过他也要下台了 美国有一个调查了 说男人呢 这过去十年啊 比女人寿命又多了一年 短了一年 他原来是五点八 现在应该六点八 他就讲了很多男人至少的各种原因 男人的压力 男人的吃药 男人的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男女有别了 不过感觉上是啊 女人一般是比较温和一点 这个不 我们是叫Prototype来讲 各个别的当然也是很有嘛 像那个桑橘案 女的就很少啊 这样子这样 最后有一个那个减肥药啊 叫Organ Peas啊 还有两三个 有个特别报道说啊 他现在变成仙丹了 方法就他还有很多 好处 对治疗这个糖尿病啊 肾脏啊 还有生育 都有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啊 很多Organ Baby啊 他们吃这个药 结果怀孕了啊 以前一直想怀孕 这个就让我想起威儿刚啊 威儿刚当初也是一个降血压 还是什么的 后来突然发现 他对那个地方有帮助 因为就是雄工重启啊 就说一个男人到了 这个居然会有帮助 所以这就变成男人的福音 女人的噩梦啊 因为女人假如不想做男人每天要抓的这个 这个他吃的药就就很勇猛啊 以前是因为没有办法 那这个Organ Peas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啊 那我还看了一个 我后来要找 可是找不到啊 就是说他也说 这个这种减肥药是一种假科学 我等一下找到再仔细看啊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正盘两面 我们不管讲什么事情 所以这也是一个 假如你因为某种原因 在用这种两种药的时候 你自己也要常常关心自己的 有什么各种各种的症状 这种叫side effect 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什么 好就这样子 大家愉快的星期一 拜拜